我平手啊 上出來妝 就是妝感不均勻 厚度透重 那我真的很討厭大概就用的 刮刀粉底液 它就是可以把底妝做得很薄又很均勻 上出來就是這種很自然空厚的妝感 皮膚也不是特別好 有一些黑眼圈還有小瑕疵 皮膚也比較乾 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很愛的水光粉底液 它的質地就是很水潤 它們這樣很好吃 展現很好 而且它們還有特別它配這個刮刀 那它上臉的地面不能非常均勻 不用什麼技巧就可以穿得很薄又很服貼 這樣拍開 你看 就是很服貼的妝感 超薄透 超漂亮的 它上完整個就是跟皮膚很貼合 沒有很重的粉感 像我這邊小瑕疵啊 跟它是眼圈 這邊的話呢 這邊它是自然 雖然它是保濕型的粉底液 很滋潤 可是看起來不是有那種油膩的厚重感 整個就是很自然的妝感 連鼻液都沒有卡粉喔 我超服貼的 這個就是媽生好皮的妝 妝折肌 超超看的 你看它把握到還沒有定妝喔 都沒有指引 然後這樣就整個比較細 有些透明的白珍珠品的定妝物 這樣就不怕一張底妝也會更持久 出門一天下來妝感還是很清晰 很明顯 臉上也沒有剛剛或暗沉的感覺 還是很水潤 皮膚感覺特別好 到經典看已經都沒有卡和過半果 這種清透的水光機妝感 真的太喜歡了